我們現在在客人洗碗頭之後呢 來做塗抹的是水漾護髮乳 水漾護髮乳呢 用量呢 大約一顆花生米的用量 然後搓開之後呢 塗抹在髮尾 它就可以做到外結構的修護 讓頭髮柔軟滑順 塗抹完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吹乾造型的動作 那水漾呢 它還有做另外一種瞬間護髮的方式 就是一樣在頭髮洗淨之後 然後將頭髮分成大概約3公分為一個厚度 然後均勻的呢 取較多量的水漾護髮乳 塗抹在頭髮上 停留10分鐘之後呢 再做沖水 把水漾護髮乳沖進之後呢 起來之後你就會發覺 頭髮就像做過護髮一樣 柔軟然後滑順 這就是比較居家護理瞬間護髮的部分 齁 齁 齁